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最近美国商界领袖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 在北京这次会面背后的意义和后果 在北京 习近平主席与包括黑石联合创始人 苏世民 联邦快递负责人 苏世民 联邦快递负责人 拉杰 苏泽人拉杰 苏布拉姆 MV等美国商界和学术界的重量及人物举行了会谈 这场高调的会面被中国官方媒体大肆宣传 习近平在会上强调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重要性 并希望双方能够增进共识 然而这次会面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一方面 有人认为这表明习近平仍然希望与西方国家共存 对增进双方了解有积极作用 但另一方面 也有人担心 这可能加剧美中关系的信息误判 让中国误以为西方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乐观程度高于实际情况 同时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和组织对这种商业领袖与中国独裁者的勾结 表示了批评和谴责 总的来说 虽然这次会面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中美友好交往的一个例子 但其背后复杂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 使得这次事件的意义远不止表面那么简单 但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的大背景下 这次会面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民调显示近半数美国人支持TikTok禁令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近一半的美国人支持封禁TikTok或迫使其出售给美国公司 美国商业新闻网CNBC星期三 3月27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近一半的受访美国人对TikTok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感到担忧 支持令其下架的禁令或者强制将其服务出售给非中国公司 这与在众议院3月13日压倒性的跨党派法案通过之后几天进行的民调相比 支持禁止TikTok的比例有了显著上升 在上个月美联社和N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民调中 31%的人支持禁止使用TikTok 而35%的人表示反对 在最新的民调中反对禁令的人不到三分之一 美国众议院最近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法案要求 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其在美国的业务 否则将面临全面背禁的命运 该法案目前已送交参议院进行审议 白宫方面已经对这一议案表示支持 此外在TikTok面临来自国会的强大压力的同时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据报道也在调查并考虑起诉TikTok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星期二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 FTC过去几年一直在调查TikTok的隐私和数据安全 并可能在未来几周内决定提起诉讼或和解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引FTC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 FTC正在调查TikTok是否违反了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规定 该法要求企业在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数据之前通知家长并获得他们的同意 此外TikTok曾在2022年向国会承认 驻中国的员工可以接触美国用户数据 但又曾否认中国有人可以访问其用户数据库 这一负责保护消费者的联邦机构 还将据此调查TikTok是否犯有不公平或欺骗性的商业行为法 这可能标志着这款应用在美国的持续生存方式的开始告终 或者说以某种方式开始结束 前白宫高级官员哈里·布罗德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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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里·布罗德曼对美国之音说 反对意见日渐强烈 随着参议院即将就有关法案进行表决 美联社3月25日的一篇报道说 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托姆·蒂利斯·汤姆·蒂利斯的留言中 自众议院本月通过法案以来 他们已经接到了约1000个关于TikTok的电话 其中包括死亡威胁的留言 目前TikTok在参议院的命运似乎并不十分确定 有关议题分属几个不同委员会的监管范围 商务委员会主席 华盛顿州民主党人玛利亚·坎特维尔·玛利亚·姆利亚·坎特维尔 但是需要改写众议院的版本 即使是在一贯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共和党人当中 也存在分歧 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Rantol 在社交媒体平台X前称Twitter上说 众议院禁令压制了言论自由 践踏了宪法权利 扰乱了数百万美国人的经济追求 虽然众议院的法案强调的是 要TikTok剥离和中国母公司的关系 但批评人士指出 最终他仍然是以禁令为支撑的 而这与美国精神背道而驰 在美中博弈的大背景下会使北京受益 人们不禁想知道 习近平是否是在嘲笑华盛顿 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变成了极权主义 而不是促进私营部门发挥聪明才智 创造出TikTok的竞争性替代品 前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FIRS官员布罗德曼说 在争议越演越烈之际 母公司字节跳动也释放出似乎相当强硬信号 称宁愿退出美国市场 也不愿意放弃TikTok 财新国际Session Global 援引多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 字节跳动创始人间大股东张一鸣 坚决反对出售 若一旦遭到被迫剥离TikTok业务的命运 他宁可撤出美国市场 自是协尽一半美国人口 TikTok正在进行大规模游说 包括在其平台上提供电话号码链接 敦促其用户打电话给他们所在选区的议员 就在众议院高票通过有关TikTok议案的同一天 TikTok公布了一篇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研究报告 称近40%的中小企业表示 TikTok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这一由TikTok出资的研究还说 他们甚至对美国经济整体来说都很重要 是一主要贡献者 而且TikTok已成为美国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漫长而严峻的法律挑战 即使参院也过关 总统签字生效之后 该禁令也几乎肯定会遭到 主要是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法律上的挑战 对于政府来说 要禁止一个被很多人用作言论 沟通和表达形式的应用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科技法规研究员陈志美 Katelyn Chin对美国之音说 预计TikTok会提起诉讼 其用户或广告商也会提起诉讼 然后我相信整个事件可能会拖延上好几年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传播策略师阿莱格拉 哈普特利安 在回复美国之音书面质询时说 众议院的议案实际上是对抖音的禁令 直接或间接禁止抖音将违反第一修正案 因为他将扼杀言论自由并限制公众 获取重要信息的渠道 到目前为止 美国有两起有关TikTok的诉讼的先例 两起都似乎是TikTok获胜 去年11月 印第安纳州的法官 驳回了因青少年安全问题 对TikTok提起的诉讼 部分理由是根据印第安纳州 欺骗性消费者销售法 免费下载应用程序 并不构成消费者交易 在几乎同时发生的另一判例中 蒙大纳州一名联邦法官 暂时叫停了针对TikTok的禁令 称该禁令可能违宪 去年5月 蒙大纳州州长格雷格·吉安福特·Greg Jauforti 签署了一项法案 禁止TikTok在该州境内运营 这堪称是美国迄今为止 最为严厉的禁令 法官唐纳德·莫洛伊·Donald Malley 在判决中说 通过封杀TikTok 立法机构不仅损害了用户原告的 第一修正案权利 还切断了许多人依赖的收入来源 中国称与巴基斯坦铁杆友谊关系 不会受恐怖袭击的影响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周三3月27日表示 已要求巴基斯坦尽快彻查事件真相 加快追捕前一天恐怖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 该事件造成5名中国工作人员 及其当地司机死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两国正在密切合作 以确保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保护在巴基斯坦的中国人员的安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 伊斯兰保八方承诺将全面彻查案件 及时向中方通报调查进展 并采取进一步措施 全面加强对在巴中国人员 项目和机构的安保工作 确保中国公民在巴安全 周二 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巴基斯坦北部山区 将满载炸药的汽车状向一支由中国工程人员组成的车队 造成其中5人和当地司机死亡 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 不过伊斯兰保怀疑与非法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 PTP有联系的武装分子是幕后黑手 巴基斯坦塔利班是一个全球认定的恐怖组织 该组织否认参与袭击 称他只针对巴基斯坦安全部队 中方坚定支持巴方反恐努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 他并补充说 两国中巴双方有决心 有能力让恐怖分子付出应有代价 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铁杆友谊深入两国人心 任何企图破坏中巴合作的行径都不会得逞 周二自杀式爆炸事件的受害者 正在印度和科西斯坦地区建造中国资助的数十亿美元的达苏大坝 这是巴基斯坦最大的水电项目 这次袭击是针对与该项目有关的中国工程人员的第二次袭击 2021年年中 自杀汽车炸弹袭击了该地区的一个巴士车队 造成九名中国公民和三名巴基斯坦同事死亡 在伊斯兰堡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谢里夫 Shobos Sharif 周三主持了一次紧急安全会议 讨论周二的令人发指的袭击 并誓言要迅速将凶手绳之以法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的声明说 针对巴中有益的行为 特别旨在制造两个铁杆兄弟之间的不信任 美国的反应 美国也谴责了周二在巴基斯坦发生的袭击事件 我们对遭受的生命损失和伤害 深感悲痛 并向受袭击影响的人表示忠心的哀悼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 米勒Matthew Miller在华盛顿对记者说 我要指出的是 在巴基斯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也是恐怖袭击的受害者 任何国家都不应该遭受恐怖行为 米勒补充说 北京和伊斯兰堡有着密切的经济和国防关系 近年来 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了数十亿美元 用于建设公路网 发电厂 和位于比鲁之省西南部 瓜达尔的阿拉伯海深水港 这项合作是在中巴经济走廊 CPC下进行的 这是习近平主席全球基础设施计划 一带一路倡议的延伸 巴基斯坦最近经历了恐怖袭击的急剧增加 官员们称 这些袭击源于阿富汗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庇护所 伊斯兰堡说 自从阿富汗塔利班在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邻国重新掌权以来 暴力事件愈演愈烈 本月早些时候 巴基斯坦战机轰炸了阿富汗边境省份内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藏身处 伊斯兰堡为军事行动辩护 称争取阿富汗塔利班控制恐怖分子的外交努力没有奏效 分离主义反叛分子最近也加强了对比鲁之省安全部队的袭击 在过去的一周里 反叛分子袭击了瓜达尔的一个重要政府大楼 并袭击了附近土尔巴特区的一个重要的巴基斯坦海军航空基地 几名巴基斯坦安全人员和大约十几名袭击者在这两次袭击中丧生 阿亚兹 古尔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为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和以色列将就以色列攻入拉法的计划进行新的会谈 美国之音中文网 以色列周三 3月27日改变主义 同意派遣其战争战略家前往华盛顿 讨论其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发动地面攻击的意图 以色列在周一取消了此次访问 以抗议美国拒绝否决联合国安理会 要求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立即停火的决议 美国是以色列在这场近6个月战争中最坚定的盟友 在早些时候否决了类似决议后 却在本周的联合国投票中投了弃权票 这招致了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atan Yahu的谴责 这表明华盛顿与以色列在这个犹太国家的战争行为上的分歧日益扩大 但即使内塔尼亚胡取消了一批战争战略家的访问 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Yof Galland本周仍在华盛顿 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ord Austin和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hony Blinken进行了会谈 内塔尼亚胡表示 袭击拉法的对于消除哈马斯对加沙这片地中海沿岸的狭窄飞地的控制是必要的 但美国已告诉以色列他反对攻入拉法 特别是因为有超过100万巴勒斯坦平民在那里的临时帐篷和建筑物中寻求庇护 以色列表示 在袭击驻扎在拉法的斯德哈马斯营之前 将把巴勒斯坦人转移到安全地带 但没有表明将把他们送往哪里 内塔尼亚胡坚称美国的弃权票非常非常糟糕 但他告诉来访的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李克、斯科特、Rick Scott 他最初取消以色列代表团的行程 首先是向哈马斯传达一个信息 不要压住于这个联合国要求停火的压力 这是行不通的 内塔尼亚胡表示 安理会的投票鼓励哈马斯采取强硬立场 并相信国际压力将阻止以色列实现其战争目标 以色列誓言将继续战斗 直到哈马斯军队被摧毁 并释放其扣押的约100名人质 白宫表示 与以色列官员举行更多会谈是一件好事 并且正在讨论具体日期 真主党火箭袭击 在前线方面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分子周三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 以报复以色列导致黎巴嫩南部7人死亡的空袭 以色列紧急服务部门表示 边境城镇基亚特什莫娜遭到火箭弹袭击 造成1人死亡 以色列军方表示 其在黎巴嫩的空袭目标市 移动军事建筑 杀死了一名 推动针对以色列的恐怖阴谋的伊斯兰集团 Aljama El Ismail武装组织成员 伊斯兰集团的一名高层表示 哈贝利亚村有7人死亡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 证实了死亡人数 以色列军方周三还报告说 在加沙北部的西法医院附近 进行了地面行动 同时在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地区 进行了空袭和地面战斗 即使在上周五联合国安理会 决议要求停火之后 暂时停止战斗的努力 包括释放扣押在加沙的人质 和向巴勒斯坦平民 提供大量人道主义援助的提议 似乎并没有更接近实现 来自美国 埃及和卡塔尔谈判代表的间接会谈 已经持续了数周 尽管官员们表示 在此过程中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 本周没有表现出达成协议的任何进展 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周二对路透社表示 在释放哈马斯仍扣押的100名人质的谈判 陷入死胡同后 以色列已从卡塔尔召回了谈判代表 以色列相信 10月7日 哈马斯袭击事件中被带走的以色列人中 有超过30人死亡或被杀 内塔尼亚胡表示 哈马斯正在提出妄想要求 哈马斯官员周一表示 他们告诉谈判代表哈马斯不会改变其提议 其中包括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 以及用扣押在加沙的人质 交换以色列扣押的囚犯 在特拉维夫 约300名人质家属及其支持者 周二聚集在以色列国防总部外 要求就释放人质达成协议 一些抗议者将自己锁在笼子里 并举着印有亲人照片的标语牌 战争始于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 造成1200人死亡 约250名人质被俘 11月在为期一周的停火期间 有100多名人质被释放 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卫生部表示 以色列的反攻行动已造成超过32400人死亡 死亡人数包括哈马斯战士和平民 该部门表示 三分之二的死者是妇女和儿童 本文参考了美联社 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 美国在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 寻求与朝鲜接触 美国之音中文网 拜登政府一直在通过外交手段 推动与朝鲜的谈判 提出的公开建议 比上任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 我们希望对话 而且有很多有价值的讨论 美国负责朝鲜事务的高级官员朴正炫 Yung-Pak在谈到 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关系时说 朴正炫3月18日在华盛顿战略 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主办的一次活动中表示 这些讨论项目可能包括制裁 人道主义合作和建立信任措施 他补充说 美国希望朝鲜采取降低风险的措施 以避免误判和意外升级 朴正炫3月5日在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Carnedy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举行的另一场活动中解释说 美国还希望看到平壤朝着去核化 而采取临时步骤 2003年至2006年 在乔治·W. Bush George W. Bush 政府期间担任朝鲜无核化六方 谈判特使的约敌常理 Joseph Dutrani 上周五通过电子邮件 告诉美国之音VOA 拜登行政当局 现在正采取这种做法 而不是在其任期早期的政策 因为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呈指数级增长 必须尽一切努力阻止这种升级 并化解这种紧张局势 自今年年初以来 平壤一再称首尔为其主要敌人 并谴责统一 同时呼吁朝鲜准备在战争爆发时 占领韩国 朝鲜今年发射了多枚火箭和巡航导弹 并进行了几次炮击演习 官方通讯社朝中社称 在3月18日的最新试验中 朝鲜进行了一次演习 涉及新装备的超大型多管火箭发射器 如果战争爆发 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拜登行政当局表示 自2021年任期开始以来 他对无条件地与朝鲜进行无核化谈判 抱持开放态度 但对江向平壤提供什么 或者他认为无核化应该如何进行 一直三肩起口 不过暗示了朝着这个目标迈出的渐进步骤 2021年4月 时任白宫发言人珍莎琪 詹萨皮 在完成对朝鲜长达数月的政策审查后表示 拜登行政当局正在大交易 和战略耐心之间寻求中间立场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曾试图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达成大交易 特朗普的前任 前总统巴拉克 奥巴马 Barack Obama 奉行一种被称为战略耐心的政策方针 其中包括等待平壤将紧张局势缓和时 再与其接触 3月18日 朴正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自2021年春季 推出政策审查以来 我们的政策是一样的 那就是 我们绝对希望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 他继续说道 当我们谈论临时步骤时 我们把一直以来的隐含内容说清楚了 即完全无核化 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 美国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东北亚事务高级研究员 布鲁斯 克林纳 Bruce Kleiner 周一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 也许是挫败感促使拜登行政当局 现在对朝鲜的态度更加明确和公开 克林纳说 美国官员尝试了许多渠道 包括通过第三国 试图向朝鲜传达信息 并表示 他们不仅愿意谈论无核化 还愿意谈论其他非核问题 包括降低风险或建立信任措施 以及人道主义援助 总统特别助理兼白宫 国家安全委员会 东亚和大洋洲事务高级主任 米拉 拉普 湖珀 米拉拉普普 在3月3日 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虚拟活动中表示 朝鲜没有回应美国通过许多渠道 发出的多次对话呼吁 他继续说 当然 这越来越成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采取日益升级的行为 2018年至2021年 担任美国驻首尔大使馆临时代办兼副馆长的罗伯特 拉普森 Robert Rapson 说 我对降低风险作为初步讨论主题的持续优先事项感到震惊 在我看来 这反映了美国对朝鲜半岛局势升级的日益担忧 朝鲜在增加针对韩国的导弹发射和口头的敌对行动的同时 还一直在无视国际制裁向俄罗斯运送武器 韩国国防部长申援职 Shen One Sick 在3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自去年以来 平壤已向俄罗斯运送了约7000个装满武器的集装箱 敌场里说 这更是我们应该以开放和创造性的态度 让朝鲜重返谈判的原因 韩萨斯州考虑限制与中国等受关注国家的经济活动 美国之音中文网 韩萨斯州的共和党州议员周三 3月27日提出了数项提案 旨在阻止中国和其他美国对手的个人和公司拥有农田或商业地产 限制该州对外国公司的投资 以及限制使用外国制造的无人机 包括州司法部长克里斯 科巴赫 克里斯科班 在内的一些共和党保守派 甚至希望州政府制定更严格的限制措施 而民主党批评者认为 这些措施是出于仇外心理 据国家农业法律中心 National Agricultural Law Center称 韩萨斯州此前就已经限制了公司对农业土地的所有权 其他20多个州也限制外国对土地的所有权 此类措施的支持者认为 他们可以保护军事设施和美国公民免受间谍活动和其他国家安全风险的侵害 共和党人控制的堪萨斯州众议院批准了三项法案 涉及来自受关注国家 中国 古巴 伊朗 朝鲜和委内瑞拉的个人和公司 以及被美国政府指定为恐怖组织的团体的活动 根据一项法案 如果这些国家的公民拥有一家公司10%以上的股份 该公司就不能拥有据美国军队或国民警卫队基地 或对安全至关重要的联邦及州机构的房地产 150英里 241公里以内的农田或商业房地产 这足以覆盖整个堪萨斯州 另一项法案将要求该州剥离与所列国家有联系的公司 第三项法案将禁止州和地方机构购买 带有这些国家制造的关键部件的无人机 并要求包括执法部门在内的机构 在5年内更换带有这些部件的无人机 堪萨斯州众议院养老金 银行和国家投资委员会主席 代表威奇托的共和党州众议员尼克·霍海塞尔 Nikol Hassel表示 我们州向那些对人权 国际稳定和我们的国家安全 构成重大障碍的国家分配资源是不合适的 该州有关投资的法案的表决结果为85比38 外国土地所有权提案的投票结果为84比39 无人机法案的投票结果为83比40 所有三项措施 接下来将由共和党控制的州参议院审议 民主党州长劳拉·凯利·Laura Kelly 尚未透露她将如何应对 但州众议院表决结果显示 支持者可以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 来推翻州长的否决 州众议院85名共和党人中有80人 对这三项法案都投了赞成票 而40名民主党人中有36人投了反对票 一些民主党人在周二的辩论中辩称 共和党人正在煽动反华情绪 堪萨斯城地区的民主党州众议员 徐瑞·Ruwe Su 将土地所有权法案与美国过去几十年 歧视亚裔美国人或亚裔移民的政策相提并论 堪萨斯州立大学去年秋天向议员提交的一份报告称 该州4900万英亩私人农业用地中 外国个人或公司仅拥有2.4%的权益 其中94%以上是租赁给太阳能或风能发电厂的土地 报告称 中国所有权仅占1英亩 今天已经成为堪萨斯州议会的亚裔偏见日 这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 威奇托的民主党州众议员约翰·卡麦克尔 John Carmichael在周二的辩论中表示 但这些法案的支持者否认 这些措施是仇外或种族主义的指控 霍海塞尔表示 这些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赋予了这些法案存在的理由 比如 在解释他对投资措施投下的赞成票时 他将伊朗描述为妇女仅仅因为在公共场合与非亲属的男性在一起就会遭到实刑的地方 另一位威奇托的共和党州众议员帕特里克·佩恩·帕特克·佩恩表示 土地所有权法案将通过寻求真相 揭露那些试图伤害我们的人来保护家庭 让我们来调查 让我们了解真相 让我们自由吧 佩恩说 科巴赫提议 禁止任何外国人在堪萨斯州拥有超过三英亩的房地产 并设立一个新的州土地委员会 该委员会有权审查个别案件并制定例外情况 这一提案引发了商业和农业团体的反对 目前仍被州参议院委员会搁置 当科巴赫在2月份的州议会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他的提案时 他表示 与其他提案相比 该提案更有可能引发对那些购买堪萨斯州土地的人的调查 他说 这一明确的禁令要求个人前往本州申请例外 与此同时 民主党批评者认为 土地所有权法案不会阻止间谍活动和其他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反而会对那些等待成为美国公民的移民小企业主造成伤害 来自劳伦斯的民主党州众议员布格 海伯格 说 如果存在问题的话 其中大部分可以通过我们现有的禁止公司拥有农田的禁令来解决 本文依据了美联社的报道 推特上的中国 习近平高调会见美国商界领袖 西方资本真的对中国再次乐观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 3月27日在北京会见了前来访问的美国商界与学术界代表 并合影留念 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照片与视频显示 美国访客仔细聆听习近平的发言 并在走路时紧跟习近平的步伐 在北京努力宣扬这场会面的同时 观察人士们则认为 这并无法代表美中商贸关系的回暖 出席这次会议的 由美国私募股权基金公司黑石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苏世民 Steve Schwartzman 美国快递巨头联邦快递负责人拉杰 苏布拉玛尼亚姆 Roch Subramaniam 芯片制造商高通总裁克里斯蒂亚诺 阿蒙 Christiano Amann 彭博董事长马克 卡尼 Mark Carney 等 习近平在会上表示 中美关系史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 过去靠人民书写 未来更要靠人民创造 希望两国各界人士多来往 多交流 不断积累共识 在中国央视新闻播出的画面里 来自美国的商界和学界领袖们 认真听取了习近平的讲话 习近平讲话的时候 格雷厄姆 艾利森 Graham Edison 像一位干部一样记着笔记 韩国外国语大学东亚事务专家 乔尔 阿特金森 Joe Atkinson 在X上写道 艾利森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 在新华社贴出的一张照片里 美国访问者们 在红毯上紧紧跟在习近平的身后 并与他谈笑风生 前墨西哥驻华大使 豪尔赫 瓜哈尔多 郭黑瓜哈尔多 评论道 我和中国领导层 进行过数不清次数的会面 但我肯定不记得 有哪一次的会面 被包装成一群人 统一不乏地走在一起 中国在视觉展现 和利用访问者上 做得越来越好了 不乏一致地被习近平领导 由他指明方向 中国事务专家立名章 Bill Bishop 为这张照片写道 Walking in unison Being LED Bashing at the helm Pointing the way 有专家认为 在美中关系过去几年 跌宕起伏的背景下 这样的会面显示 习近平依然希望 能和西方国家共存 苏联 朝鲜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都没有做出过这样的努力 看来希望还在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 访问学者百利 Mitch Presnick表示 美国国会参议员柯宁 John Corning 则认为 这样的会面 会给美国的国家安全 带来威胁 美国投资者 在支持中国经济的同时 是否也在推动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从而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国 构成更加危险的威胁 他问道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林登 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希娜 切斯特纳特 格雷腾斯 希娜 Chesnett Gritens 认为 这场会面的后果 可能是让中国误判 西方投资者 对中国市场的乐观程度 这样的会谈 是有助于增进双方了解 还是说 反而会恶化 美中关系之间的信息问题 美国的私营部门 真的如报道中所说的 对中国的发展感到乐观 并坚持对中国市场的承诺吗 他写道 宾夕法尼亚大学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访问研究学者 马瑞辛 Naysan Mabubi 也贴出了习近平 与来访者的合影 并表示 各位 这张照片 没有任何代表性 没有异议 一些组织则对这场会面 直接表达了谴责 位于华盛顿的 香港民主委员会 Honkong Democracy Council 写道 这些商业领袖 去年在旧金山 为习近平举办了晚宴 而场外的抗议者 却遭到中共支持者的攻击 今天 他们又在北京 见了习近平 美国企业 与中共独裁者的勾结 必须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